最近李亚鹏在网上发布了一段关于自己上班的视频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他将自己的工作安排得很紧凑 从一大早就开始工作 除了开会就是和别人谈合作 为此他都没有空吃饭 就连抽空喝茶的时间也没有 工作了一整天忙到了深夜才回到了家休息 画面中的他也是非常疲惫不堪 不禁令人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网友们看到这段视频后都纷纷在下面留言评论 大多数网友都表示了对李亚鹏身体状况的担忧 还有很多网友留恋当初做演员时的他 认为他还不如不转行 但对此李亚鹏做出了回应 表示自己从来都不后悔 如今的李亚鹏已经49岁了 画面中的他西装革履 穿着非常正式 在他笔直站立着开会的时候 可以看出来他身材很不错 高大壮硕 将近50岁的他有一种属于中年男人的魅力 尤其是面对他人看看而谈的样子 非常有魅力 之前李亚鹏也发过类似的视频 在那一段视频中可以看出 他的工作环境非常的简朴 屋里都是一些石凳之类古老的东西 另外还可以看到 李亚鹏还养了一只小猫咪 可见他内心还是一个温柔的男人 希望他未来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吧